今天来看一个老美的房子 没想到还发现一个收藏家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这个房子是2006年的 听起来是2000年以后的 其实这个房子算来已经14年了 咱们进来看,它就是那种传统式的风格 包括家具,包括室内的陈设这些 而且在柜子和架子上还摆了很多老物件 这个一会儿咱们细看 咱们下面看到的是洗衣房 这里还能露出一些房子原始的痕迹 但是这个台面原来是大理石的 你看被它改成木板了 这个是卧室 地毯都是用的这种灰色调的 这种床一般都是五六十年代的那种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架子上的这些东西 比较年长的人应该有一些回忆 你看这种坐钟,这种闹钟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 它还收藏了这种老式的油灯 这个咱们看三四十年代的电影 应该都会比较常见到 这个架子上放的是很古老的这种收音机 还有各种型号的照相机 我在里面还发现有一台是上海牌的 但是这里面我看起来有一些是真的 有一些应该是仿的 咱们来看一看这台上海牌的照相机 这台应该是真的 这些有没有你记忆中的东西呢 欢迎留言聊聊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下次咱们接着聊